这两天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雷雨的天气 有的地方还伴有大风或者是冰雹 19号晚上10点多 湖南淮化靖州的上空 夹杂着巨大的冰雹的暴雨 突然从天而降了 时间持续了又整整大概15分钟 冰雹最大的直径有7到8厘米 有鸡蛋那么个大小 旁途的大雨夹杂着冰雹 倾盆而下 不一会儿道路上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冰雹 大的如同鸡蛋一般 由于撞击猛烈 一些暴露在外的热水器管道 供水管道和供电线路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路上的一些车辆也因为躲避不及 车窗被砸破 在一些平房区 不少屋顶盖的是瓦片 冰雹砸下来时 有的屋顶都被砸穿 这次雷雨冰雹天气导致靖州县城 以及北部乡镇受灾严重 目前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人员 分布各受灾地展开抗灾救灾工作 这次雷雨冰雹天气导致靖州县城